台美台风清晨离台 8月22号上午 县长黄建廷随即在县府农业处长吴庆荣 与农业处团队的陪同下 前往东河乡太原地区与成功镇都立地区 视察液淹水以及水土保持工程危险地方 并与诺当地的乡亲会尽快解决这些迫切性的问题 非常关心 我们县长非常关心 大家好 爸爸跟大爷爷们 谢谢 谢谢我们县长 因为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没有问题 我们会来帮忙 因为两位议员很关心 所以去办公室跟我讲 我想说好 我实际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很难形容 我们来看一下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来做 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不但要做 我们今年就做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一整天在东海岸这里 就是来看看地方的小型工程的需求 大体上都还是浓露 排水 有一些是互坡或者是互篮 这样的一些小型工程的需求 有很多是我们看得出来是过去的一些基础的建设做的还不够 那很多地方使用率都非常高 那耕作的农民或者要保护的住宅的这个对象都相当的多 所以我想对于这一类的需求 我们会优先来考量 我今天特别在农业处的同仁陪同之下 来限地来查看这些工程 我想有很多在我们回去之后 就立刻要来进行改善处理 县议员岩惠美以及前县议员 岩崖美等当地的乡亲都非常感谢县长 亲自带领县府农业处团队到现场实地了解 并且答应乡民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动态宣布发明屡亲在东河成功证的报道